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到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政委各位 尾盘台股 这个稍微补量上攻 收在相对的一个高档好不好 各位 其实从上礼拜四 都已经跟你讲说 未来两年 这个要调升八 他先调升两码 对不对 我先降两码 那后面还要再降 所谓的一个六码 在未来的一个两年内 所以整个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循环 目前如火如荼的一个展开 你如果不好好把握的话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行情 才适合你发财 那当然现阶段的一个处境 对空方式越来越不利 比方说今天来一开盘的时候 开高震荡走低 对不对 然后就没有杀低的卖压 尾盘再给你嘎上去 所以这个降息之后 很好拉上来 很好嘎空 我希望你不要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这些低级错误都是技术面会犯的 不要去犯低级错误 来各位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 平安健康 我说过嘛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上礼拜五的一个盘 还记得吗 涨311点 最低变成涨93点 尾盘小涨116 那大部分的人又在烦恼 老师在开高走低 你也不想一想 礼拜四台湾股市 就已经涨了300多点 而且我们还领先美国股市反应 美国股市在降息之后 他还是多空尸杀 我不是跟你讲说 华尔街这些大资金者 这些大财团 他们有对赌 哪一个总统会上 对不对 11月5号 所以他们有多空两派 所以他们不会在当下 他们全部就回补了 空头全部认输没有 但是我们台湾股市看得很明确 所以我们礼拜四先涨了 那美国股市也在礼拜四晚上 马上反应 多方胜 各位是不是 那不就得了吗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你看看 这上礼拜五 我们一度挑战季线 季线是22335 22335 那我们礼拜五的高点2235是 一度突破季线 然后拉回来 那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是跟你讲 为什么你要尊重2万1 还记得吗 这一波要拉上去之前 蔡老师领先全市场 马上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尊重2万1 你还记不记得 我称去都带在手上 所以各位你还看看 外资原先是偏空的 你看把台湾股市卖成什么样 结果降息了 它是不是要马上回补 上礼拜四礼拜五都回补了 投信也连续25天买 这没有话说 对不对 那所以你看看 上礼拜五美国股市市乌日 也没有多恐怖 道琼收盘还是创历史新高 其他也都小跌而已 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什么 多方的一个障碍 哪有什么多方的障碍 所以今天的台湾股市来各位 开平之后走高 因为这样的一个拉上去 代表法人在追价在买进 所以尾盘涨126点收在相对高档 非常棒 你今天好好的去买股票 因为礼拜一有周一效应 好不好 这个礼拜发财是必然的 知道吗 所以你看 今天的一个季线的反压在多少 22322 高点22307 也15点就突破了 明天站上去好了 因为反正礼拜一今天洗盘 对不对 尾盘收高 那这样就表态了 所以整理的一个盘面 9月11号 蔡老师跟你讲的最关键 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投资就是认知的一个本质 认知的变现 这是9月11号 你大盘也不晓得会不会跌下来 跌破19 跌破2万点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不会 为什么 因为量缩起来 当时量能说到了 大概2000亿以下 所以我就举去年5月15号跟你讲 拉回来做第二只脚 量能说到1900亿以下 然后涨9000点 这是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是 为什么在2万1这边做震荡 因为2万1正好是今年5月20号 收盘价21271 你看看21271 加上这条算2万1 我讲的这个绝对不是在跟你卖什么技术纸 不要说这么低档 你买就对了 完全没有参考性 一定有蔡老师认同的一个逻辑 我来让你也跟着 我来做一个什么一个成长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还看看我讲完之后 9月12号马上涨600多点 支撑我的论点是对的 是吗是不是 纪线一家 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我们都已经是免疫了 你在怕什么 8月5号跌了一根快2000点 你我不是都免疫了吗 当天的台湾股市是800家跌停板 你买到钱吗 各位800家跌停板 你看跌停上市429家 上跪371家合起来 8月5号跌停板 所以我们是不是免疫了 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而且那时候蔡老师跟你讲 这就是隔点 这就是V型反转 V型反转不是跌下来 一天到晚再拆V型反转 V型反转要有条件 而且我跟你讲的条件 你会吓死你 我说因为台积电跌停 所以这里就是最低点 是不是 全市场没有一个论点 跟蔡老师一样 所以他们都大错大错 台积电跌停是低点 你有看过这样改吗 11年一次 8月6号就拉上去 有没有 然后你来看看 尾盘拉高 这不是蔡老师上礼拜四跟你讲的吗 预估从点阵图看出来 还要再降1.5% 就是再降6码 两年内 2025 所以我们目前 本周有没有大事 我问各位本周有没有大事 9月份看起来没什么大事 10月中就是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11月初 11月5号就是美国大选 现在美国有一些州都已经开始在通讯投票了 一个人开始 已经算是迈入总统的一个投票的阶段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都在见证历史 好不好 川普也讲万一今年他没选上2028 他也不选了 我们都在见证历史 股市也一样 有没有 台积电今天尾盘给你涨4块 从平盘973涨到977 这样也不错了 对不对 对台湾股市绝对是正面发展 那尾盘会去大敲台积电的一定是外资法人 所以外资今天买还卖 已经连买两天了 继续买 懂了没 各位 所以你再回首 台积电还有800块让你买吗 813没有了吧 那813为什么会跌停 因为你不买 你觉得台积电会跌到700 600 500 台积电会下市 所以他才跌停 有没有 那你这样怎么抗拒自己的一个什么 恐惧呢 你没有办法抗拒恐惧 你就没有办法有钱赚 股市就是这么现实 所以你第一步就是要战胜你自己内心投资股票的恐惧 怎么走 跟蔡老师走 因为我不是正名给你看了吗 跌停板跟你讲这边是最低点的只有我而已 没有第二家 所以这样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各位谁最专业 因为你内心有一把尺了嘛 蔡老师的节目都是做live的 没有在盘后给你找一些晚一点的时段跟你讲的头头是道 然后盘中又给你躲起来收盘也不见蛋 每天都好像在那边表演式的专业程度都是零 不然这是跟你讲技术面 所以我跟你讲台积电龙台头有没有 自己去看 这样有简单吗 好来 你要做股票 这是布局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 你要正向思维 对不对 当然你说老师 可是我做空我就去放空 未来股价会创新低的 也对 我认同 但是这么好做的情态 就是说降息 你还要再去找那些难走的路 危险 好不好 我也祝福你 就像4979的华星光一样 借券大户 大户才能借券 还不是被人家嘎空上去 你有钱比他多吗 所以去看一看那些放空的一个下场 来各位 2420的一个新聚 今天来到80块 历史新高 80块 是不是 80块 他营收双征 这蔡老师跟你讲的 是不是 2420的一个新聚 有没有 9月16号 是吧 2420的一个新聚 来 中价位电源供应器 委讯全案新聚跟乔威 有没有 新聚 今天80块 3665的一个茂莲 今天有供到450块以上 各位对不对 近期新高 是不是 注意哦 蔡老师9月5号跟你讲了 当时茂莲叠4块412 并购加AI伺服器 茂莲今年要拼赚20块以上 9月5号 礼拜四晚上6点54分 茂莲 3665 连接器材料 限材的一个族群 茂莲KY 汉权 万泰科跟梁维 有没有 好来 定颖 上礼拜五 一度拉涨停 今天又给你拉涨停 76块3 各位 3715定颖 车用PCB 有没有 波段新高 营收新高 那你回想一下电影蔡老师什么时候跟你讲8月8号 股灾那个礼拜的礼拜四 股灾8月5号礼拜一嘛 就是黑色星期五又蔓延过来黑色星期一 记不记得8月2号黑色星期五 各个8月5号礼拜又是黑色星期一 大跌1807点 我记得8月2号那一天好像也跌了快1000点 900多点 那不管如何来 你看看 股灾那一天8月5号我跟你讲的翼峰窗帘 来8月5号 我指标都放在这里 那时候收盘价373.5 翼峰嘛 是不是373.5跌20块8月5号嘛 这一波来到525 创历史新高 波段涨幅41% 我跟你算献股的 你自己看 是8月5号 股灾第一天嘛 对不对 晚上我跟你讲翼峰 好来 是吧 樱花成林 翼峰跟福星 礼拜二我跟你讲建核心 8月6号 收盘价70块8 这一波来到了波段新高102.5 波段涨幅45% 假钢得到 股灾的假钢 来证据都在这里 70块8 对不对 8月6号 晚上6点54分 建核心 70块8 有没有 车用电子 建核心 一粒电 维生跟胡联 有没有 股灾第三天 8月7号 雅光 对不对 8月7号收盘 93块4 虽然我跟你讲的收80块 算了 没关系 我们就以8月7号收盘价93块4来看 这一波涨到多少 133.5 波段涨幅43% 8月29 来证据都在这里 你看看 雅光 3019 对不对 今天也收高了 8月7号 是不是 刚刚跟你讲 上礼拜五盘中拉涨停的一个电影 3715 跟今天拉涨停的一个电影 来各位注意 我8月8号跟你讲的电影 那一天也是涨停 很抱歉 但是我没办法改 我也不会去改 他连两天拉涨停了 8月7号拉涨停 8月8号拉涨停 57块2 对不对 这一波今天的高点 76块3 波段涨幅33.4 你自己看 股灾的那个一个礼拜 蔡老师礼拜一跟你介绍 逸峰 礼拜二跟你讲建核心 礼拜三跟你讲 哑光礼拜四跟你讲电影 党党大标股 来各位 3715 来证据在这里 8月8号父亲节 送给大家全天下父亲节的礼物 你有没有珍惜 你自己看8月8号 我问各位 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全市场没有第二家 这种领先讲在前面 让你事后去验证 也没有同业能够像蔡老师这样做节目 还是live的 所以各位自己去看 我废话 不多说 没有意义我也不说废话 我只告诉你 产业选股才是你能够认同的 它是股海里面股市中的硬道理 但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你要有非常庞大的研究团队 花费很多的时间 人力财力物力 才能够研究出真正的一个什么 潜力大标股 所以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持续每天早中晚守护着你 你不要说找不到蔡老师 我公司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屏风大中华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包括公司的来电电话 包括网站 我没有做FB 赖的一个什么 生活圈你自己搜寻就好 这都是合法的什么 投信投顾业者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你要不要布局未来股价 创新高的个股 当然要 不然你做股票要干嘛 所以先迈开第一步好不好 战胜恐惧的秘诀 你要先战胜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在蔡丰盛老师旁边 好不好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怀 来继续请教丰盛老师 欢迎回到 新帮再把时间再给方盛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来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好不好 这个千金万金难买的是平安健康 好不好 股市中的东西 其实通通买得到 但是我也告诉你 你不要太执着 每天说台湾股市要大涨 你才有信心 大跌你就没信心 那你要换一个角度 你要一直都维持有信心 然后等大跌的时候 那种价格超低廉的时候来买 那不是赚得更多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不要被股市的涨跌影响到 关键是蔡老师都会帮你选择好股票 让你去赚 这样就好了 因为产业选股见真章 你要相信蔡老师 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带领你布局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 好不好 证明给你看 来各位 6279的胡联 今天最高来到191.5 收盘价应该没错 收盘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当然它历史高点是 我没记错是193.5 反正是在200块以下 190几 所以不管如何 各位 你看营建股比较弱势 你看稍微的其他这些原本冷门的电子股 车用的马上就接棒 你说盘面上不是百花齐放 那是什么 那关键是你要去研究出来 不是突然间跑马登跑出胡联 大单买进你去追价 因为大单买进下一个可能就是大单卖出 有多少钱买当然就有多少量卖 难道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好跟不好 你内心一定很彷徨 那怎么办 蔡老师来引导你 是不是 反甲3526 今天不是也拉长虹吗 254 你看看 这都是9月份跟各位讲的 反甲跌5块233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盘面上所有强势的个股 大部分蔡老师都会如数加增 早就研究出来 而且都是好的股票 都是基优股 你那一些硬要炒的 就是硬要炒作 然后没有实质的产业面 那个我根本不会浪费我一秒钟介绍 因为那也是在害你 好像大家拱着拱着 你买不起来 又叫你朋友快来买 看谁倒霉 接最后一棒 这是害人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要去买好股票 不要去炒作股票 各位6451的一个讯心 251 这都是这个月的 9月3号230跌7块 讯心 有没有 CPU概念股地宝也一样 276 各位你来看看 265 是不是 还包括加登 加登真的 600块了599 跟你讲的时候420 恐怖 然后富士达845 跟你讲的时候786 都近期新高 然后耳熟能详的统一超 天天创新高 快300块了 298.5 我讲的时候284 统一超全家跟保养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为股神 就古海中的孙悟空 但是你有没有产业选股 加低买高卖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股神 那才是真正的斗战胜佛 要有72变加金箍棒 所以你赶快来蔡老师这边 学72变跟金箍棒 好不好 布局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 这就是你要的 蔡老师就可以给你这个 所以请你踏出第一步 叫做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诈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因果独立判断 审先评估 并且去自付投资充限 求您操作顺利 我们大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